《刀成肉身》 弟兄姐妹 晚上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是刀成肉身 刀成肉身的这个主题 可以说是上帝在永恒里面 其中一个最大最大的奥秘 神一次成为人 然后也永远成为人的那个事情 这不是这个地上 有聪明智慧的一个神学家 或者甚至众天使天君 能够参透的事情 我们无论怎样讲解 没有办法把这个奥秘讲完 我们只有永远在神的面前 赞叹这个奥秘 也赞美我们主所做的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各位 这个刀成肉身 有一个神学家这么说 神成为肉身 刀成肉身之后 这是在永恒的时光里面 真正发生过的一件事情 然后之后再也不一样 之后呢 这三位一体上帝 有一个很奇妙的性质出现了 就是有人性在其中 这神职批带人性 与圣父 圣灵在一起 然后祂带着这个人性 永永远远地 为着属于上帝的人代求 所以祂成为我们永远的中宝 这一切的奥秘 都在上帝救赎我们的事情 显明出来了 这是无论我怎样讲 我也不能用人的言语 表达出来的事情 所以今天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并不是要讲 有一个很极大的奥秘 今天有一个重点 在这个主题里面 要强调的就是 那么上帝道成肉身的 这个奥秘 怎么显现在我们当中 使我们能够看见它 听见它 也见证它 约翰说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见过他的荣光 那对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能否同样地像约翰这样 看见这道成肉身的主 在我们中间 各位可以吗 那可以吗 那怎么样可以 一定是借着信 这个字很重要 借着信 借着信 我们看见 他在我们当中的一举一动 他的言行举止 他的说法 他的生活 所以今天的主题 要讲的是什么 借着信 看见道成肉身的主 住在我们中间 借着信 他的一举一动 他的手脚生活 显明出来 所以整个约翰福音 我一直向各位强调 有整百次 强调这个信字 你们不要忧愁 你们信上帝 也当信我 信我的游泳神 信我的 你们要做 比我做更大的事 然后到那时候 你们就知道 父在你们里面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这个都是 借着信 借着信 我们怎么经历 圣灵的工作 也看见 主活在我们中间的事情 然后在我们的 整个的心思 情感 意志里面 看见神 做工 所以我再一次强调 整个基督信仰的经历 各位注意听 整个基督信仰的经历 是透过这个信字 所以我们是因信 称义 这义 来自神 本于信 以自于信 借着信开始 借着信 我们的眼睛得开 看见神 今天晚上 我们要借着信 看见祂活在我们中间 借着信 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看到祂把我们带到这永存的家乡 都是借着信 所以整个基督信仰的经历 是透过这个信字 信我的 得永生 不致灭亡 信我的 永远不可 再也不恶 那么各位 今天教会里面 注意听 今天教会里面 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误解了这个信字 很重要的话是这边 今天教会里面 最大的误解 可能就是这个信字 你怎么认识信 你怎么知道一个人信 他决志了他信 他受洗了他信 他向神 很有情感的发疏 很正面的情感发疏 他信 我看到一个人 他讲解圣经很厉害 他很有逻辑思维 他是信 然后等一下你又困惑了 为什么困惑呢 牧师 我明明看那个人 以前是信的 但是现在他又不信了 我明明看他以前是信的 但是现在信服了 现在他说我信自己了 所以我们的困惑 是在这个地方了 对不对 我现在告诉各位 在圣经里面 你只会看见 不信的人 后来信了 你不会看见 信的人后来变成不信了 在圣经里面没有 你只会看见 信的人因为他软弱 被管教 像罗德 像彼得一样 像大卫一样 但是你不会看见 信的人后来又变成不信了 那么你会问 那所以 牧师那当时我的配偶以前信 我的孩子以前信 那他现在不信 所以你要问的一个东西是 他有没有真信 他有没有真信 然后你要为着他的真信 他的重生遇见神来祷告 那些牧师没有啊 我问他的时候 他说我信 我只是不去教会 我信 那你不要相信他讲的 那他凭什么说他信 圣经说 信是什么 信的人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信的人就有生命了 信的人看见主了 各位信了 那他说我信 他说我只是不去教会 那你要为他的真信 来祷告 所以 这是这么直接的事情 对不对 我讲信心的东西 这是很直接的道理 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 现在很混乱 因为 在教会里面呢 没有把真信的真理 讲解明白 所以 借着信 得生命的事情 现在问题是出现在这个信子 所以在这个信字里面呢 我开始跟各位说 当我们讲 一个人信上帝 圣经讲到 我们信上帝的这个信呢 有三个的要素 第一个的要素 第一个的要素是 理智的要素 理智 我们英文叫做 the intellectual element 上面会写 对不对 the intellectual element 理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对真理 你也对基督 有一个很积极 很正面的承认 你认可真理 所以有时候 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一定讲出来 对不对 你到底信吗 你信你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吗 我信 我承认 对不对 你很正面的承认 你承认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教你从罪的律 死的律 得失方 我承认 对不对 我承认 所以这个就一个信了 信的告白 但是这个是一个理智的层面 理智的intellectual element 所以你听到了道 你有很正面的一个认可 很正面的一个回应 这个叫理智 那么 另外一个要素 是什么 情感的要素 这个叫做emotional element 这个emotional 各位这个情感的要素 不但你承认 对不对 乃是你在内心里面 你 对基督 对真理 有一个很深切的确定 very deep conviction 我们英文这样讲 各位 好像 有一个 孩子被鬼扶的 他的父亲 来到耶稣的面前 拉比亚 如果你能做什么 主说什么 我能 才信的人 凡事都能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 我信 主啊我信 但我信心不足 求你帮助 对不对 他就讲了这句话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的整个情感的一个发泄出来的表态 我信 永远有没有 所以信心有没有这个地方的 有 你 里面 内心的深处 你唱一首诗歌的时候 你内心的深处里面 真的看到神的爱你 所以 very deep conviction 有时候 有个人 他身上有 有觉症了 他讲 牧师的时候 牧师说 你不要怕 神一定会祝福你 会保护你的 你不要怕 他马上这样 阿们 对不对 马上 接受了 对不对 那句话 打动了他的心 所以他在里面 有一个very deep conviction 所以 他 在那个时候 他经历到主了 各位 这种信 是的确有的 但是各位 注意听 但是我们不能单单 用这个来说 如果我们用这个来说 他已经心里相信了 这个不够完整 不够完整 因为 也有很多的人 他在 教会生活的 那个生涯中 他的确 经历过 心里面很深切的 有一些 有一些感悟 好像上帝对他说话 然后他也用他的情感 回应神 但是 后来 这样的人 有没有 又不信 你有没有看过 有 有 对不对 有一个弟兄 他 生活很落魄的时候 我在中国认识一个 他很落魄 什么都很糟糕的时候 然后他来到神的面前 然后他在 忧识 有一次 然后他看到 很多 困苦流离的人 主说 我的孩子 他说 我心里面那个 我的孩子 你愿意被我使用 跟这些人在一起吗 主啊 我愿意 他说 心里面 主啊 我愿意 那个时候 我知道 这不是我来的 他就跟我说 这是主来的 但是几年后 我看他去做生意 要发财 就很奇怪的 生意好了 就惯了 做生意 然后 很奇怪的是 他没有挣扎 没有挣扎 我很想问 你那时候 你说 你里面 上帝跟你讲的 所以 我在教会 已经三十年了 我信主这么久 已经跟很多的人 谈过话 问过 你怎么知道上帝 教你侍奉他 你怎么经历 你怎么遇见上帝 我都很喜欢问这些 很多的人跟我讲 他的情感里面的 有一个经历 然后 他怎么在神面前 觉知 他流泪 他知道 那个不是从他 上帝 在我的心灵的身处 深深的感动我 然后我回应 但是也有好些 这些人 后来他离开主了 你后来去问他 你还记得当初 上帝这样感动你吗 对他现在来说 那只不过是 他的人生当中 曾经的一个经历 不是一个烙印 你们了解吗 it exists as an emotion not a seal 你们懂吗 emotion experience it exists as an experience 你经历到 哇 这位上帝 原来他在人的内心里面 我跟人说话 但是不是一个烙印 如果是烙印 印下去 在你的心灵里面 而你发现 你从那时候起 你没有办法离开神 所以虽然 我可以说 我也不要说 情感 用情感这样 经历到神 要这样 用情感的要素 经历到神的 信了神 我们不能说 假的 我们不能这样讲 我们这样讲的话 就是太论断了 但是 当我们讲到信的时候 圣经讲到信的时候 如果单单用 理智方面来讲 单单用情感方面来讲 是不全辈的 不全辈 你们到这边还记得 听得懂我讲的吗 现在 还有一样 信呢 还有包括一样 降福的要素 降福 surrender surrender 这个人 他听到基督的真理了 很奇妙的 从那时候起 他的意志 好像被打破了 他的主权 放下来了 然后完全的降福于上帝 好像彼得 他在海边 你们记得吗 在撒拉底湖边 主耶稣 说你把王 放在右边 他得到很多余子后 他就跪下来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其实他也没有说 主啊 我信 你是基督 我很清楚 你就是那位 所以我现在信 有没有 他只讲 主啊 我是个罪人 离开我 对不对 那主说 从今天 你不要怕 从今天开始 你要得人如同得云 你来跟从我 各位 他信了没有 他的重生 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 对不对 那个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他人心里面的 那个意志 他的will 他人心里面的 那个sovereign 那个主权 被打破了 神成为他的主人 这个就叫做 有降服的要素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教会里面 是一直讲到信心的时候 是一直在讲这个两个 各位有没有发现 理智方面的 所以很多的神学 讲解 很多的这些 越来越多 护教 apologetics 然后跟人别辩论 让你知道你所信的 这是没有错的 你一定要知道 也有现在教会里面 很多的见证 有经历 然后教人 还到神面前 得到怎样的感悟 然后诗歌方面 课方面 那个 抠人心血 也 情感方面 有好像一个人 也的确在当中 不由自主的 也流泪 对不对 心里面好像 主感动他 主爱他 我们也不能否认 这个经历 对不对 他遇见神的 这个经历 但是 我发现 很少把这个讲清楚 相复性 什么意思呢 当教会只有 关注这两个 没有这个 你会看到信徒 他在教会里面 抬手 赞美耶稣 他能够听完一篇道 可以讲阿们 对 我听了一篇 很好的道 但是 他离开教会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是自己活的 他还是自己的主 你看不出 这么明显的 他的主权被打破了 他的意志已经降落了 虽然 他可以赞美耶稣 虽然他可以懂很多的圣经 你节里面的事情 但是呢 一离开 对人生 对钱财 对婚姻 对儿女 对很多这个世界上 甚至 前景 其实是 有自己的一个 一套 那个地方呢 他没有挣扎 他没有挣扎 如果你是已经降服于 你的意志已经被打破了 你离开的时候 你可以软弱 你马上可以跟你的配偶会吵架 也可能会有 对不对 你马上会受试探 也会有 但是你是挣扎的 因为主不在你的心 因为你的主人 已经是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会挣扎的 各位有没有 所以这个方面的这个性质 已经在教会里面 太被淡化了 太被淡化 只有一直强调 情感方面的感动 那个 对不对 我听了到 我很感动 对不对 我理智方面 我已经学了 我知道了 我明白了 我可以讲阿们 我并不是不明白 我讲的 我听得到 这道是好的 我承认 很正面的 积极的 承认 认可 这是神的话 也可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 我们圣明一定要被带到这个地步 这个三样 信心的全备 我叫做信心的真理来的 约翰福音里面 罗马书 本于信 以至于信 所以你在信方面 不清楚的时候 在这个 重生 遇见神 我跟神有没有关系的 这个世上 你很摇动的 不是这么清楚 所以 你会发现 我们 约翰福音 所以我刚才说 约翰福音也好 整本圣经也好 你只有看到 不信或者不太信的人 他们变成信了 你不会看到 我已经信的人 然后变成不信 你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你会看到彼得 彼得已经信了 然后你看到彼得 他的愚昧 对不对 有时候 也愚昧 但是他是天天愿意死的 然后主有时候骂他们 有时候骂他们 对不对 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了 对不对 有时候这样骂他们 主啊 我们应该要降火 烧掉这些人 主马上责备他们 对不对 有时候也有这样 对不对 他说 哦 被骂了 对不对 我再要死 撒旦 推我后面去吧 你只有体贴人意 没有体贴神意 哦 又被骂了 对不对 但是 他们是天天愿意背起十字架 自己的十字架 跟从主的 他们不是 哇 我向你抒发我的情感 我很感动 我认识你了 但是呢 你有自己的一套 你有自己的思想体系 你有自己的生活 你并不是这个种 主已经活在你里面的 那个证据 你要造出来 所以你一定要有降服的证据 这个心灵里面的降服的证据 你真信的那个证据 这个叫 真信的真理 来的 但是呢 我讲到这边 我不能说 你这个是不对的 如果一个人说 主要我很想服你 我很想服你 但是呢 他对神一点感觉都没有 没有情感 对不对 从没有听到神 深深的跟他说话 感动他 对不对 然后呢 听到神到的时候 我不认为是 创世纪是这样讲 但是我不认为 可能我有自己 那就不是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一定有三个 所以我们的信息是 我要强调的是权备 对不对 你一定要知道 那主的话是这么说 你可以阿们 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节到 启示录二十一章 全部可以阿们 这都是神的话 我明白 接受 承认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也自己生命里面 常常跟神 交通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读经的时候 神深深的有感动我 对不对 然后 我的生命里面 是继续愿意死的 继续舍己 背起自己的施加 跟从主的 那就对了 那这样的人 这样的生命 感谢主 你是像彼得这样 就算最后撒旦塞你 主说什么 彼得 我已经为你祷告了 使你不至于跌倒 你起来之后 坚固弟兄 彼得软弱 软弱对主 还是到海边找他 彼得你爱我吗 彼得清楚知道 他是主了 对不对 他的生命里面 明确的一个烙印 Seal of the Holy Spirit 所以今天呢 我把这个东西要讲明白 因为 凡借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这人是随身的 神神的 不是你自己 把自己生出来的 神是你那个信心的 那个真信的 那个证据在你里面的 所以信了 然后过后呢 又有跌倒 又软弱 对不对 有起伏 但是主说爱的人 因为主说生的 Amen 所以很清楚了 虽然我们才可以讲下去 我们继续讲下去 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 那我们看 我刚才说什么 这个信字第一次出现在哪里 约翰福音第二章 凡借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是他们全并 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 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不是从仁义生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血气 情欲 仁义 都不能叫死的人成为活人的 他乃是 神所生的 神是他生命的 然后第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好吗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穷重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 他的荣光 正是 复读生子的荣光 阿们 各位 道成肉身 这是神 终极的启示来的 the ultimate revelation revelation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以前在旧约的时候 神是什么向百姓写明 首先是接着先知 他们听到神的话 耶和华吩咐说 耶和华有话说 对不对 所以直接从 这个凡人 有罪的人 但是先知 上帝所委派的先知 他们听到了 另外呢 也有从 这个 先知们 他们写的 摩西写在石板上的 律法 羊皮 这些地方 他们读 然后得到上帝的启示 那这些都是上帝的启示 但是有欠缺 有不完整的地方 怎样的不完整 因为 不完整不在于 那个内容不完整 因为 人 的有限 所以那先知呢 有时候 听到神讲的 然后讲 耶和华这么样说的 那先知自己也不懂上帝的心肠 有时候也只是听到 耶和华说的 他就说了 你们了解吗 也有可能 有先知自己 也对上帝的整个的奥秘 他的心肠 他的美意的参透 还没有到达 那个地步 所以他也要这样讲 那么 这个 石板就写了 《十诫命》 《律律典章》 《羊皮上写的》 百姓读了 对于这个有罪的 多弱的人 带着多弱的信念 多弱的文化 就是读这个的时候 很奇妙的 不是神的话有问题 是读的人有问题 读了读了的结果 变成什么 读到 原来 上帝叫 百姓 这个律法的经义 是叫你们 爱神 爱人的 你变成什么 变成爱自己 自义了 而主耶稣来的时候 读这个律法 最厉害 诵读律法的 变成法利塞人 文士们 自义的民族 以色列人慢慢变成什么 原来应该要 读了上帝的律法之后 行公义 爱怜悯 对不对 现在变成神明主义 我们是特别的上帝的民族 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 每一次犹太人 几时拿石头起来打他 就是当保罗说 这福音传给你们 但是现在也要传给外邦人的时候 他们就拿石头就打保罗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会知道了 这个 刚才我讲的 虽然上帝是这样 把他的话启示出来 但是上帝的心意 最终借着刀成肉身 上帝的道 透过他的儿子 就是显明出来 道成肉身的那个启示 所以神只 披带人性 借着 披带人性 带着人的心思 情感意志 有血有肉的 活在有限的人的空间里面 将父神表明出来 那么道成肉身 是有关神的最大的奥秘 原来 这道成肉身要讲的是什么 这个神性 原来他是神 道就是神 他有完整的神性 与神同等 但是现在呢 他与我们的人性 有完全一致 完全一致 所以圣经说 道成肉身 这个字呢 S-A-R-X 希腊文 不是身体 不是外壳而已 道成肉身 肉身的意思是 整个人 整个人 所以人的心思 情感 意志 对不对 包括人的有限 人的脆弱 人容易会受伤 对不对 也是会 会累 会饿 他与我们人的软弱 我们人的软弱 作为生活的样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 四十章六节 这里说什么 凡有血气的 净都如草 然后罗马书八章三节 神猜自己的儿子 成为罪身的形状 罗马书 只是他没有罪 他没有罪 他在十字架上 他的皮肉 他的精神 的那个痛苦 人侮辱他 试探他的时候 他不是没有感觉的 他是完全有感觉 只是他从来 没有犯罪了 各位 这个东西 你不要单单这样听道理 你花一秒钟想一想 一秒钟 有时候我们 我们的人性 我们这个软弱的人性 你看 我今天在家里面 比如说 或者在公司里面 我们人心的软弱是 人家给我们痛 我们是马上以牙还牙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如果现在你身体 忽然间很痛 你马上心里面 产生出来的什么 抱怨 你在家里面 如果你的孩子 或者你的配偶 给你 家里弄到乱七八糟 你看到的时候 那个抱怨的心 马上出来 对不对 论断他们 生气他们 你们要做到我死 那个心马上出来 对不对 忽然间 但是呢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的心 从来没有这些 他的心从来没有被带到这个地步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奥秘来的 我是每次想这个东西 我就 什么私欲都没有 忽然间 好像要 要生气 要苦毒 要抱负 但那个心 忽然间 主 在十字架上 最后 你讲了七句话 最后 你说 父啊 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 然后他就断气的时候 下面看他的摆腹长 他说什么 这真是一个义人 对不对 他就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痛苦 就是人给他那个 我渴了 把那个醋给他 对不对 然后他拒绝 不要喝 这个是麻醉来的 不喝 对不对 他完整的承受 他应该要承受的那个醉的代价 一句咒诅人的话都没有 有想到我们 有时候生活一点点不方便 然后就讨厌 埋怨 抱怨人 什么 都是你 什么 这么容易 这样 我们神子的心中 从来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我这样讲的时候 大家都 哎呀 当然啊 他是神子 我们就是有罪 我讲的意思不是这个 我讲的意思是 既然他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怎样 我们借着信 对不对 我们借着信 他怎样 我们也能怎样 阿们 各位了解吗 我现在要强调的是这个 既然他是这样 我们借着信 他怜悯的我们能怜悯 他不抱怨的我们能不抱怨 他爱的我们能爱 他去的我们能去 他说的我们能说 能借着信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整个的信仰 最弱的地方是信 最弱的地方 最容易失去的地方 我们是因着信 对不对 来到神面 也因为我们怕我们的信心软弱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祷告 怕我们信心软弱 今天我们听道 对不对 再一次听道 再一次在道中 我们信的时候 再一次看见 祂的荣耀 祂的帮助 祂怜悯我 也怜悯我所爱的人 也怜悯我的仇敌 所以借着信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本于信 以至于信 因信 祂是基督 是神子 而得生命 对不对 整个约翰福音 讲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 这是一个神性 和人性的结合 活在人 人的肉身 披带人的肉身 跟你我一样 会痛 会累 有不足之处 会冷 对不对 会受伤 对不对 会不方便 有空间的限制 各方面 对不对 也会受到人的引诱 也会有 对不对 有时我们受到引诱 我们会贪心 有时我们会生气 有时我们淫乱 对不对 这些人的一切的引诱 祂也会受到 只是祂的心 终是没有被带到犯罪的地位 所以今天 叫我们 借着信 也看到 祂怎么活在我里面 我怎么在祂里面 这个奥秘来的 整个约翰福音 最后 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们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什么里面 我读的时候 以前很混乱 到底谁在谁里面 对不对 原来三位一体上帝 跟人 结合的事情来的 对不对 就活在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 人的身体 也借着信 这位上帝 借着我的情感意志 我的手脚 送我来做工的 这位上帝 这个奥秘 就是整个约翰福音的奥秘来的 我不懂 我今天在预备 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能预备到一半 我心里面讲 我可能会讲到一个我自己也讲不出来的地步 因为这是太奇妙的 因为圣经说 我们见过祂的荣光 我们见过祂的 父独身子的荣光 独一无二的 整个人间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的奥秘来的 那是荣光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再多讲 现在我们再想 现在我们再想 他刀唇肉身的这件事情 我刚才说什么 这是一次发生了 对不对 曾经发生了 接着童女怀孕 他就生子了 然后 他活了33年 被钉在十字架上 死了 复活了 升天宝座了 请问 还有没有人性 有还是没有 有 永远 所以我刚才说什么 所以圣子 祂道成肉身的事 带来三位一体上帝 有一个很奇妙的性质出现 有人性 有在当中 这个奥秘我也不懂 我只能讲到这个地步 我再多讲 有时候我会讲错 我只能说了 这是整个永恒的历史 一次发生了 所以一个神学家说 真正发生过的一件事情 然后之后永恒里面再不改变了 就是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神子祂道成肉身 所以 为什么祂一次又永远呢 为什么一次又永远呢 现在这个神子在哪里 在上帝的右边 对不对 在上帝的右边 祂是带着什么 带着神性也人性的 完整的神 完整的人 那么为什么祂要这两个性子带着呢 今天 祂在我们的心里面 对不对 祂带着神性 来向我们说话 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 也透过我们做上帝的工作 祂也带着神性 全能的这位神 全爱的这位神 来听我们的祷告 成就我们的祷告 可祂也带着人性在父上帝的面前 父啊 求祢怜悯他 怜悯自三 祂今天又软弱了 怜悯他 我已经买赎他了 求父保守他的信心 主耶稣是 一直这样 为众圣徒带道 祈求的 你们知道吗 这个奥秘 这个属灵的奥秘 所以主跟我们一起征战的 有时候我们 我们是在软弱当中 我们忘记 我们忘记 我们被我们暂时的一个痛苦 就是冲昏了头 但是其实 因为祂的代求 我没有失去信心 因为祂的代求 我明天早上起来 再次得到力量 因为祂的代求 你们知道吗 这个属灵的奥秘 其实很多的奥秘 是你感觉不到的 很多的上帝的作为 是只有你读了圣经 你明白了 你信了 你才知道 原来 我们主耶稣是这样做工的 祂是这样在我的心里面做工的 我明白了 信了 我才有感觉的 之前呢 我说没有了 我很缺乏了 我什么都没有 别人都好 我不好 之前是这样 我们是这样 对不对 你读了真理之前 你是这样解释 你是靠感觉来活 你读了真理 但是读了之后要信 对不对 信了之后 你的解释不一样 你里面出来的情报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你会看到神的作为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刀成肉身的这个奥秘 设计了几样东西 设计了救恩 如果是你犯罪了 你因罪死了 死在过犯罪当中 你肯定不能救你自己 你跟那个死人说 快点 有意志 活起来 站起来 快点 有聪明 要站起来 怎么站 一定在他以外 有赐给他生命的 他活起来了 他才能有聪明 有意志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一定明白 救恩 人犯了罪 他不能自救 所有的宗教 都是讲自救法 你自己操练 自己圣洁 自己虔诚 自己救自己 但是圣经一句话 都死了 怎么救自己 但是现在又有另外一个难题了 另外一个难题是什么 各位注意点 另外一个难题就是 如果是你犯罪 你弄我生气了 你弄我生气了 谁才能够使我的怒气平息 人让神愤怒了 谁才能让神的愤怒平息 神自己平息 当然是人要叫神平息 对不对 我的孩子弄我生气 我气得半死 我给我自己平息 打自己平息 不可能 对不对 他要叫我平息 但是他怎么叫我平息 所以人怎么能够 人都死了 怎么能够叫神平息 对不对 所以人的代表 全人类的代表 基督的 他一定要成为人的样子 你们了解吗 这个就是救恩的奥秘了 他成为人的样子 就披带人性 然后死在十字架上 完全的死 付上那个代价 满足了上帝的愤怒 平息上帝的愤怒 各位了解吗 这个就是为什么 只有神人基督才能做的 他一定是神道成肉身 成为人的样子 神人基督 所以这个牵涉到一个救恩的事情来的 所以你们了解 最近好像唐牧师讲这个道成肉身 是吗 我看他的布道会 我没有听 这个道成肉身的确是一个奥秘中的奥秘来的 你可以很简单的讲 很浅白的讲 也很深奥的讲 但是这个奥秘肯定在所有其他的宗教是找不到的 你的奥秘来的 第二 所以异端是怎样 异端是总是否认其中一个 他是人性 他没有完整的神性 好像摩门教这些 耶稣是好像神 父神把他生出来的 你们了解吗 好像他不是自由拥有 与神同等 好像在某一个阶段里面 神把他生出来 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弄出了 或者只有神性 没有削弱他的人性 绝对不是 这样的话会削弱救恩 第二 一定是跟我们的尊贵有关系的 为什么刀纯肉身跟我们的尊贵有关系 如果神只是下凡 好像神仙下凡这样 救了人 OK 救了 然后他又上去了 那你只是侥幸得救的一个动物 最多最好来讲是这样了 最多最好来讲是这样了 侥幸得救的被造物了 不是这样 神刀纯肉身 祂的意义在哪里 祂不嫌弃这个同女玛利亚的 祂的孕育 祂把祂这个神圣的道 又放在人的这个肉身 所以祂披戴人性 肉身 祂不嫌弃这个东西 各位思想 神到底祂做什么呢 我刚才说 从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后 三位一体上帝里面的人性的性质 从那时候起 已经出现了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 神要把人带到祂永存的家 在祂的国度 与这位上帝有份 所以跟祂的身份有关系 没有祂的身份 叫他们成为荣耀的神的儿女 在家中成为荣耀的一份子 所以叫我们得到绝对的肯定 这个尊贵 所以如果祂是随便救你的 这个你感觉不到的 这个人的生命是这样的 一定要看到 祂带来的救恩 为什么老是动众 为什么这个父神跟神子 他们因着人的罪 在永恒里面 要分开上帝啊 为什么你离开我 其实要把人的尊贵 要告诉祂 所以我们的救恩 带来的救恩 我们的尊贵 使我们能够肯定 还有什么 第三是什么 然后要特别认同我们 哪方面认同我们呢 肯定跟认同是不一样的 哪方面认同我们呢 特别认同我们的软弱 四章四五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读就好 你们听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祂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没有犯罪 我刚才说了 祂完全没有罪的 祂的心 我主日讲到这个试探的时候 对不对 各位一定要明白试探 试探是主耶稣 也受试探的那个试探 我们也有 对不对 但是祂的心 没有被带到 这个试探 这个自己的私欲 被引诱而去 怀了罪胎的那个地步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 来到施恩宝座前 要得联名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要讲的是什么 祂认同我们受的苦 我们的难处 我们在苦难中的难受 我们在世界有苦难 所以祂认同的意思是什么 祂认同的意思就是 所以祂为我们 预备了那个方法 我们千万不要寻找 自己的方法来得解脱 主啊 我现在软弱 我现在要很失败 我很自卑 祢给我成功 让我成功 我就不自卑 No 不是 你很挣扎 你为着自己的前景很挣扎 为着孩子很挣扎 很忧心 很多的东西 对不对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方法来解脱 主说什么 来到神面前 求怜悯 各位这是很重要的 求怜悯 主啊 怜悯我的虚荣之心 怜悯我的贪心 怜悯你的仆人 怜悯你的儿女 然后蒙恩惠 蒙恩惠 主啊 给我恩惠 能够怎样 多信靠你 以你为满足 以你为乐 对不对 恩惠 主随时的帮助 对不对 所以上帝讲这句话的意思是 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的 很多人受试探的时候 软弱的时候 是没有按着 希伯来书 四章十五十六节的来祷告 反而按着自己的私欲 来向神求什么 越求 越被捆绑 越被试探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其实圣经 这里很轻 你软弱 上帝知道 等下你出去看了什么 受试探 听了什么 受试探 主啊 怜悯 怜悯 求你施我恩惠 对 让我能够更爱你 更爱你 以你为满足 就这样做 那这个很诚心的祷告 按着主的应许的祷告 就听了 就会圣化你的生命 圣化你心中的眼睛 然后久而久之 你就慢慢发现 这个试探 你就会远离了 然后慢慢就离开了 心里面有坚强起来 有喜爱圣洁 就会来的 为什么不这样祷告啊 我跟你讲 现在教会里面 很多的花样 很多的花样 其实都是不按照 神的话做的 很多的要激动人心 很多的好像要 给人什么 上帝要给你什么 上帝已经都给你了 还要给你什么 对不对 都给了 你怎么领受 怎么求恩 怎么活在祂的怜悯里面 就好了 有时候 也吵架 对不对 如果 人回家 夫妇之间 好像不愉快 你心里面是 主啊 改变他 不要这样祷告 我每次说 主啊 求你怜悯我 怜悯我 我也是软弱的 我也是受视他 有时候 我也愤怒的时候 我也自己一牙还牙 对他的整个心 没有尊重 主啊 求你怜悯我 要这样祷告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 活在主的面前 然后求恩惠 叫主 医治你的心 让你能够更爱他 那很奇妙的 圣灵的工作 慢慢就临到你的心 一天 两天 三天 就释放你 然后你的容量 就慢慢扩大 你的眼光 就慢慢客观 很多的东西 哎呀 你配偶的软弱 孩子的软弱 就看开了 这不是太重要的 有时候能够 看得到他们的好 那很奇妙的 就是圣灵的工作 不懂各位抓得到吗 其实我的信息是 一直在讲一个生命的东西 这个生命之线 死而复活的福音 死而复活的道路 是一直在我的信息里面 一直出现的 请大家掌握这个地方 所以我刚才要讲的什么 道成肉身 刚才我一直在讲道成肉身 第一 然后第二 我们就解完十四节 我们就休息 他重重满满 有恩典 有真理 这句话 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这句话 恩典是什么 恩典是神的赐予 对不对 我主日就说 各样美善的恩赐 全辈的赏赐 不是我们配得的 乃是主在他丰盛的恩惠里面 赐给我们 原来我连气息都不应该有的 他给我 原来我是应该 死在过犯罪的当中 他叫我活过来的 所以 这位主啊 无限无限的丰盛 的生命 他愿意把他的爱 赐给我们 那 他来到地上 显明这个 各位了解吗 很重要的 他来到地上 显明这个 所以你会看到 在地上没有希望的 很瞎的 犯了奸淫的 人人都 讨厌 离弃的 像杀该这样的 你没有想到 他来 他把恩典显明出来 对不对 在他们的身上 你们谁没有罪的 第一个拿石头 丢这个犯奸淫 对不对 谁没有罪 这么有恩典的 这位主啊 原来这个妇人犯奸淫啊 关他们什么事啊 他犯奸淫是得罪上帝了 对不对 但是这位上帝 连面他的软弱 对不对 施恩给他 很奇妙 对不对 那全部有病的 瘫痪的 这些上帝 施恩 施恩 恩典好不好 那真理好不好 一定要有真理 没有真理不行了 那现在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一个事实 真相 自从人堕落之后 人已经不认识真理 也不活在真理 所以都是靠什么 靠感觉活 靠感悟活 靠经验活 靠心里的喜悦活 我想怎样就怎样 我认为怎样是对的 就这样 对不对 但是呢 上帝是有真理 这位 所以以色列人 他们都随即一行 对不对 心里怎样就怎样 对不对 虽然律法是读了 他是自己活的 他是这位真理的源头 他就是真理了 他下来 他活在肉身 把真理活在肉身 所以我跟各位说 我们这个世界你看 讲到宇宙 宇宙有真理的 宇宙不是随便来的 有创造主的 你讲到拜神 神的真理是 你先要认识神 你随便认识神 没有神的真理 随便抓 随便拜 拜太阳 拜鸟 拜什么动物 都拜 对不对 你变成了什么样 然后人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有真理 夫妇之间有真理 人跟人的关系 是真诚的相爱 不是利用 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其实这个不是真理 这个是人的罪里面 产生出来的一种反击 你对我这样好 我下次对你这样 你不听我的话 我下次不要听你的话 这个 这个就是人自己出来的 但是人没有真理的指教的时候 他这样活了 这样保护自己 他看不到保护他的 他这样活的时候 然后他说 我这样活可以 我保护自己 我自己累积我的自己的财富 我保护自己 人家拿不走我的 这样对不对 你虽然是这样 能够保护你自己 你能保护自己到多久 所以没有真理的人 他是走到人生的最后 就会发现 其实 你反而是全部失去掉 你越要得什么 全部失去掉 只有一位 他来是失去生命的时候 上帝把他升为至高 所以他说 凡要得生命的 失去生命 凡为我失去生命 得生命度 这些话都是很奇妙的话来的 这些话是 人的本性不能理解的 但是是真理中的 真理的主 他下来 活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讲出这个真理给人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把恩典带来了 他也把真理活出来了 这个两者呢 首先是怎样 这个是没有冲突的 各位绝对记得 没有冲突的 然后 另外呢 教我们怎样 借着信 也能够活出 跟主一样 有恩典的生命 有真理的生命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呢 所以结果是什么 神的 他说什么 大家看到 我们主耶稣这样的时候 他们恍然大悟了 这真是 父独身子的荣光 恍然大悟 各位 什么叫荣光 不是天上忽然间 奇迹般的一个光照下来 不是这个 这个荣光 是在我们中间 再讲一遍 这个荣光是 住在 人中间的光 这是人 在人中间 做事 讲话 生活的大光 没有人像他一样 这么有恩典 没有人像他这样 有怜悯 没有人像他 这样的说话 有智慧 有权柄 没有人像他 所以恍然大悟了 所以有一个 没有罪的 充满恩典 这个地上 没有看过这样的恩典 对不对 百夫长 这么多人钉十字架 只有这个人 他钉十字架的 整个的样子 父啊 饶恕他们 他们做的 他们不知道 然后最后 他就这样 把自己的生命交给 他真是个义人 没有看过 对不对 没有看过 然后 充满真理的 这位上帝 就这个奥米典 在哪里 不是奇迹般的那种人 常常寻神迹的那种光啊 什么啊 藉着肉身 活在地上的 这个光 上帝的荣耀 圣洁 慈爱 智慧 全部显明出来的 那个光 来的 所以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谁懂 我现在要讲最后一句话 重点是 借着信 你也把这样的光芒 又发射出来 阿们 感谢主啊 这个就是 我今天在预备当中 我现在慢慢的讲啊 因为我怕 各位只有知识懂 但是我心里面讲的时候 我是很多感动 我心里面是 好像 今天看到光了 今天神的道 我在此深思的时候 我看到光了 我说主啊 你在我们生命堂里面 你的光辉在哪里啊 在哪里 我们人拥进教会 求这个 追那个 然后呢 参加 有些行事的参加 崇拜之后 回家就忧愁 这些东西 主啊 你的光在哪里啊 借着信 今天听了你的道 信了之后 回家 看什么都不一样 连自己身上 有什么病啊 脚痛啊 也是 感谢主啊 真的是 这个来安慰很多众人 对不对 很多的弟兄姐妹 新年一开始有生病嘛 那我就收一点点而已 主啊 感谢你 我可以让大家能够得到一点安慰 也值得 对不对 忽然间啊 心里面的感恩就涌流出来 爱弟兄姐妹的心涌流出来 很圣洁的 心里面的很多要抱怨的 想不起 想不起 对不对 很奇妙的 主的光 照耀了 借着怎么样来 借着信啊 不要随便信 信是什么 信不是感觉里面的信而已啊 真的 祥福与主 这个三个了 就在一起的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好吗 我们再回来 继续看 下面多四节 十五节 约翰福音十五节 到十八节 这个部分 我们也一起来 约翰为他做见证 喊着说 喊着说 这就是我承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 反成了在我以前来的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我们十五节 各位又再次讲到 施洗约翰的见证 那各位 这个施洗约翰的见证 一直被强调 为什么 各位主要要知道 施洗约翰是一个 很非凡的人物 我们都知道 他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 但是很重要是 他还没有出现之前 上帝已经有一个 四百年沉默的期间 各位知道吗 四百年没有拆派的先知 来到以色列当中 所以以色列人 他们已经灵里面 进到一个极其干渴 迷茫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个非常的人物出现 他一起来讲道 带来非常的影响力 我们施洗约翰 他来的时候 圣经怎么说 他是从来没有行神迹的 就没有行神迹的 但是主的子民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 上帝的声音 所以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 他有讲道的时候 有圣灵动工 他讲什么道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他讲这样的道的时候 谁过来施洗 由罗马兵丁来施洗 由法利塞人来施洗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人物 在那个时候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已经这么久 没有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 这个神长时间的沉默 应该到一个段落了吧 现在拆来这个人 很奇特的人 所以大家都问 你是不是那一位 就这样问的时候 那他怎么说 他说那在我以后来的 反成了我以前的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所以这个方面 我们会知道了 基督是一定是 接着他之后来的 所以不是他 但是他 基督那位 他之后来的 原来是在他以前的 是自由拥有的那位上帝 所以这里强调 这位基督 他的身份 是远超过他的 那么各位 这个我们都知道 但是这里要学的功课 是什么 在我们十几约翰 的施工 这么复兴的时候 人这样问他的时候 他是把人指向基督 各位这个很重要 把人指向基督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对不对 过后我们都会讲到 有施行约翰的见证 今天很多 很多人 很多牧者 有施工 复兴之后跌倒的 施工复兴之后 原来是开始 把人指向基督 施工复兴之后 指向人 指向要人更多 指向人的方法论 指向很多人的节目 所以把人 带到人的东西去 人的东西 所以从什么东西知道 从这个讲台 慢慢少讲基督 多讲方法 从这个讲台里面 也讲到里面 越来越肤浅 越来越肤浅 连讲信 信 信我们就得着了 然后得到神的恩典 神的一切的一切 其实不是 连基督他来了 各位亲爱的弟弟 连基督来了 他行出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 这么多人来跟从 他说什么 你们如果不吃我的肉 和我的血 你们与我的生命无分 对不对 他就讲这样的话的时候 很奇妙的 基督他是知道 这群人来 是因为吃了五饼二鱼 的那个神迹 还要再看 还要再死 但是你们没有生命 你们没有真信心 在你们里面 所以你们不吃我的肉 和我的血 与我无分 这很重要的话 对不对 也很切实的话 我们真的为这个时代 其实要祷告的事情是这个 为什么我过两个礼拜之后 要开始这个牧者特会 这个牧者讲道的人 牧养的人软弱的话 教会就软弱了 羊群真的是不懂 就跟着牧养人 你讲什么我就信了 你错觉我也错听了 都是这样了 你错讲我就错信了 就是这样 没有这样问 所以这个门徒培训 是其实很重要的 也是一个培养门徒 起码你们参加了 这个培训之后 你们懂怎么读圣经 你知道圣经的中心信息 在哪里 你对整个圣经 我们讲四经 你对整个圣经的 概论是什么 这个死而复活的 这个福音是什么 带给人生命的是什么 然后你自己的生命 你走的路 跟神的话 是能够相合的 你能够确认的 神的话是这样 你喜爱的 其实跟保罗喜爱的 你要走的路 跟保罗要走的路 好像有点不一样 对不对 那something is wrong 有事情错了 这样的人成为讲师 必定撒旦是会透过他工作的 我都盼望 各位参加这个聚会的人 我从第一天 讲约翰福音开始 盼望你们都成为小主 在家带小主 自己领信了两三个人之后 成为小主 这是我继续祷告的事情 所以你看约翰的见证 所以16节是约翰的见证 16节说什么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这句话我们也尝试 讲得明白一点 各位每次我们祷告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你们恩上加恩 各位我们怎样解释 弟兄姐妹你们恩上加恩 你们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 对恩上加恩 越来越好 对不对 就是上帝的第一个恩典是什么 教你们重生 感谢主 对不对 然后现在这个重生的恩典 变成每天每天 一个恩典加上十个恩典 加上一百个恩典 越来越好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对恩上加恩的 你要这样想 也没错 也没错 但是呢 的确主的心恩是继续来的 但是这个经文要讲的 恩上加恩 这个字 加 希腊文 anti 不是英文字 这个加 这个字 有一点用处 NIV是讲 Grace after grace NIV King James比较清楚 King James讲 Grace for grace 对不对 Grace for grace 就是一个恩典取代另一个恩典 一个事物取代另一个 一个恩典取代另一个恩典 什么意思 各位 现在约翰写 约翰写这个经文的时候 你看下面十七节说什么 什么恩典取代什么恩典 十七节说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这里讲到摩西是几时的人 旧约的人 所以他颁布律法 各位 上帝把律法赐下是不是恩典 是 是恩典 在旧约 有旧约的恩典 有律法 上帝借着律法向以色列人写明 写明他的圣洁 他的心意 但是呢 新约的恩典 新约是什么 我们主耶稣基督把恩典与真理带来了 所以 这个新约的恩典 取代了旧约的律法 各位 新约的恩典 取代了旧约的律法 这个意思是不是 废掉律法 不是 所以你们一定明白 所以我现在再解释 我再问各位 你们在新约还是旧约现在 新约了 那 我请问大家 各位 上帝还会用十诫命 判断你们吗 你们是活在十诫命之下吗 是还是不是 有些人不是 有些人摇头 有些人点头 罗马书6章14节 我们已经 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各位 这句话很重要 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你们 被判断的标准 上帝要求你们的标准 绝对不是十诫命 这个你们一定很清楚理解 但是 我这样讲的时候 很多人就马上 这样 律法失效了 律法丢掉了 那主耶稣又说 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 我来乃是要成全律法 用什么来成全 恩典与真理 恩典与真理 所以我们主耶稣 基督来的时候 祂带来的 恩典与真理 恩典与真理的 圣灵的工作 教你们能够做 超出律法所要求的 阿们 所以不但是不杀人 不犯奸淫 不偷 乃是能够爱神 爱人 祝福人 传福音 拯救人的灵魂 这是恩典与真理所带来的 那么各位 所以从这个地方 各位注意听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会知道 律法是在真理里面的 听得懂这句话吗 律法是如果这么多 真理是这样多 你们听得懂吗 因为有些人问 那我们新约这样 我们没有律法了 没有律法 我们不用遵照律法了 上帝给你什么 给你恩典 还有什么 真理 真理 真理是不是律法 有些人又问 那真理跟律法的不同在哪里 各位再听一遍 律法是包含在真理里面的 真理所显明的 是远超过律法的 所以 律法只是告诉你 你活在圣洁的神面前 你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能做 不能做 对不对 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把 上帝的奥秘 上帝的心肠 上帝的救赎 上帝的一切的一切 来向我们显明 他照万有 他照你的生命 照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 他照你跟万物的关系 那个奥秘 全部都是在真理里面 你们听得懂吗 这句话 所以现在 主说什么 所以真理呢 让你明白 让你明白 真理不是单单叫你律法 律法说 在神节的神面前 你这个该做 这个不该做 这个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是律法 对不对 但是真理呢 不单跟你讲 这个可以不可以 真理是怎样 真理是让你明白 为什么不该做 这个 为什么不能离婚 为什么 信与不信的 为什么公司不能做假账 我们信徒能不能 买佛丽 能吗 可以不可以 如果你要问这个 神用真理来告诉你 为什么不要贪 不义之财 为什么 信与不信的 不要结 真理使你明白 这个叫什么 真理的圣灵 所以圣灵是什么 圣灵是 真理的圣灵 他透过让你 信了真理之后 在你心中里 使你明白 愿意跟从主 你听得懂 这个跟 现在我来到神面前 神 我现在 可以不可以做这个 很多人很喜欢问 这样问 对不对 那你要我用律法回答你 还是用真理回答你 那有些人 听这个东西 我就是要知道 可以不可以 你就是要弄得清楚 可以不可以 圣经里面很多 很多东西是 没有直接的讲 所以 但是真理有原则在里面 但是我这样讲 如果你们要把 律法的东西弄清楚 现在也在教会界里面 每次就是吵架的 这个东西 那律法还要不要守 律法还要不要守 律律典章 法度要不要守 很多人 律法里面 我现在讲回律法 律法里面 有形式法 形式 ritual 跟道德法 moral 再讲一遍 形式法 是吗 形式法 还有什么 是这个形吗 是吗 然后 道德 moral 如果你看新约圣经 形式是什么 节气要不要守 以色列很多的节气 有些食物 可以吃不可以吃 猪特别不可以吃 你有没有吃 都吃了对不对 为什么你吃 你没有遵照上帝的话 为什么吃 因为新约都讲 不要让人因你吃什么来论断你 对不对 这个是保罗的书信已经讲了 所以形式法的东西 我们怎么能够叫外邦人 就守我们犹太人 No 这个已经 新约已经讲了 所以我们知道 形式法已经不需要了 我们不在基督里 在恩典与真理 不在形式法的 捆索一下 但是 道德法 这是 在神的真理里面 也用于教训信徒的 所以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 以夫所书 加拉太书 一切的恼怒 憎恨 淫乱 苦读 妒忌 或者是喜笑的话 在你们中间提也不要提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听到 这些 你们寒怒不要到日落 你们闲懒的人 要起来做正经事 这些话 对人不要虚假 很多这样的话 对不对 这些都跟 死诫命 还有神的律律典章 爱神爱人的 这个道德法 有关系的 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东西是在新约里面 还是我们信徒不能把这个东西当作 就是废去的东西 反而这是我们基督来成全的 所以现在呢 这个跟上帝的整个的心肠 心意 爱人 拯救人的那个计划 这些全部是用真理来向我们显明 了解吗 所以呢 每个礼拜 牧师教导你们 有神的道 也是真理 也教导 用真理来 传讲真理之后 求真理的圣灵 使你们明白之后 心里愿意 那真理的圣灵 也运行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立志行事 成就上帝的旨意 对不对 这个就是真理的教导 所以我们明白吗 所以律法 接着律法 我只看到上帝的这一部分 对 现在基督 接着恩典和真理来 把上帝的完整 显明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是教导恩典 还有真理 这个两个地方 很平衡 很完整的要教导 那信徒才会 在恩典的能力里面 也忠于真理 活出真理 对不对 然后这个两者里面 没有矛盾 恩典教你自由 不再受奴仆的恶瑕 真理也叫你自由 你们若晓得真理 真理也叫你们得自由 为什么自由呢 为什么得自由 因为你明白之后 圣灵的帮助 光照扶持 使你愿意 喜爱上帝的圣洁 愿意这么做 那个就是自由 所以自由呢 自由的意思 不是单单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这个是我们人 没有受真理教导的时候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对不对 自由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你 你 你能做到 你能做到 甚至你的本性 做不到的 听得懂吗 你的本性 堕弱 软弱的本性 做不到的 这样的人绝对不能爱 那个人绝对不可以给 吝啬得不得了 但是 受真理的圣灵 浇灌之后 都拿出来祝福 这个很奇妙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 自由的生命 有能力的生命 我要遵行的 我能遵行的 因为 靠真的 加给我能力的 凡事都能 这就是自由 真自由是这样 所以保罗讲到自由的时候 弟兄们 你不要被奴仆的恶瑕置 对不对 你们已经在基督里面 得以自由 下面又说什么 你们不要用这个自由 来放纵情欲了 反而怎样 要爱人如己 如果你们是真自由的话 你们是爱人如己 爱人 你们的生命是 总是看到一个人的生命 爱他 为他的救恩祷告 愿意他得蒙福音的好处 这个心是出来的 当然这个是一个 成圣的过程 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讲到 自由的完整的时候 我们是 一个人的生命 是一直要往这个地方去的 他借着信 主怎样 我也怎样 主去哪里 我也去 主说什么 我也说 主做什么 我也做 这个就是自由的生命 所以各位看 会明白 律法和真理的 因为现在有些说 已经不在律法了 现在是恩典 真理呢 真理是什么 我们知道 真理是在哪 律法是在 真理 真理是完备的 完全的 律法只是显明出 上帝的一部分 所以 新约 比旧约 是更完整 并不是 新约 期待旧约 所以旧约丢掉 绝对不是 有些讲到 要平衡 新约 是比旧约 更完整 显明的 更清楚 所以 你借着新约 完整的新约 基督已经成就了 明白了 这位 刀成肉身的主的 他的旨意 之后 你再去看旧约 这个旧约的奥秘 为什么神要这么做 为什么神在大卫的身上 这么做 这么软弱犯罪的 但是合神心意的 他到底明白了什么 原来他跟神的 那个关系 对不对 你就明白了 这个信心的伟人 亚伯拉罕 借着信 怎么看见上帝的 一个一个的故事里面 你都会知道 那以色列的君王 全部都软弱跌倒了 但是上帝是怎样 上帝要借着这个要证明 只有一个是永远不失败的 基督 对不对 所以大卫是 他的 就是 有一个预表 对不对 大卫写的很多的 诗歌 诗词 都是 都是 主后来 主耶稣来的时候 他口里面讲的话 对不对 就这个关系了 这个关系 那最后 我们最后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一二三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在神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感谢主 所以 只有在父怀里 其实原文的意思是 父身旁的独生子 父身旁的独生子 所以 有一个 有一个牧师他这么说 当神将基督拆来的时候 他如同进到自己的本性的深处 掏出自己的心 一样的 就是 在他身旁的独生子 叫他道成肉身 然后 会死在十字架上 这也就是上帝 在《创世纪》二十二章 跟亚伯拉罕说 把你的 什么 你的儿子 你所爱的 你的独生儿子 以撒 献为凡击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上帝在把一个 极大的启示 要告诉亚伯拉罕 其实 你的那个心肠 那时候上帝说 你要把你的独生子献上 就是父的心肠 那个时候 所以 你要认识神 不要到别的地方 认识基督 但是问题是 现在的人也把基督随便解释 随便解释 这个是很大的错误 基督的记载 四个福音书 所以四个福音书 你都要完整地读 为什么有四个 不是三个 不是两个 不是一个 所以四个里面 很中和的 你会知道 主做一件事 为什么他这么做 为什么他这么做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本意是什么 他行出五秉二语 要强调什么 四本福音书 有时候你看到 主做一个神迹 一个神迹之后 那个神迹的意义在哪里 有些人 就喜欢要一本书 主耶稣总是新神迹 好像马可福音 信就得着 但是信是什么 信是什么 要很清楚地明白信 这些都是 我们对基督的一个 很清楚的认识 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一节读到十八节 我已经读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一个很奇妙的奥秘 最后讲完这个东西 约翰福音第一章 一开始 就讲到神与道 各位有没有发现 然后讲到十八节的时候 就讲到什么 父与子 各位有吗 就讲到这个 从这个十八节 一开始之后 你就会发现 整个约翰福音的故事 是什么 子怎么听从父 的奥秘 子听从父 来做一切的事 所以信子的 就是信父了 看见子的 就是看见父了 子的心肠 子所做的 把父的心肠 写明出来 所以你知道这个 来做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我们 教我们什么 借着信 又来了 我今天讲 借着信 你知道什么 父在子里面 我们在子里面 子也在我们里面 信他的人 也能够做他所做的 并做更大的事 阿们 这个就是整个约翰福音 一直反复强调的奥秘来的 死人明白了 通了 信了 看见了 跟从了 整个约翰福音 所以约翰福音 也把圣灵的奥秘 讲得最清楚 有圣灵来 教你们 能够明白 一切的真理 我觉得 约翰福音的神学 搞清楚之后 比较不会走偏的 其实几本书 罗马书 约翰福音 这些都是关键的书 就很清楚之后 也不会走到什么成功神学 什么苦难神学 也不会这个东西的 生命里面的中心点 很清楚 我们要高举的 要荣耀的 要跟从的是谁 会走到这个 愿主祝福你们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祢 今天再次用祢的道 要教导 使我们明白 主 这是 主 祢活在人间的事情 也今天 带着神性与我们同在 带着人性在父面前 为我们代求的事 主 这是极大的奥秘 有时候 我们软弱的人性 我们只有相信自己现在所看见的 所感觉到的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越反复思想祢的道的时候 让我们看见 活在我们当中的主 我们也活在主的话的其中里面 一起经历主 祢透过我们所做的事 主 我们感谢祢 愿主自己得到一切的荣耀 也让所有听到这个真理的人 我们能够在信仰上 走很正确平衡的道路 不偏左右 然后在最平常的时候 在我们的凡事上 能够看见 活在我们中间的主 也将主的美德活出来 感谢主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阿们